接着上课 刚才我们了解了一下摩擦的知识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学习摩损 摩损英文的单词就是Wear 相对于摩擦而言 摩损就更复杂了 它跟摩擦相比 摩擦很容易就感受到了 但是摩损有可能感受不到 有的耐磨的零件 在运动的时候摩一下 摩几次没有摩损 所以说你感受不到 那么什么是摩损呢 我们说不管感受不到 不感受到 它仍然是存在的 如果是让大家下个定义 可能说不准 我们今天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就会给摩损一个很好的概念 摩损就是运动服务表面 材料不断损失的一种现象 首先摩损是一种现象 它的特征就是材料在表面 在滑动表面不断的损失 不断的掉下来 这个现象就叫摩损 我们在评价摩损的时候 有一个摩损率的这样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摩损的快慢 单位时间内材料的摩损量 摩损体积 摩损重量 或者是摩损的厚度 就称为摩损率 这是评价摩损 经常用的这样一个术语 摩损率 在我们机械设计这里边 关于摩损的了解 由于时间关系不能很深入 但是我们需要了解机械零件 在使用过程中 有什么样的一个摩损的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 人们将它归纳为三个阶段 一个零件的摩损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这个图形就显示出来了 一个零件的摩损 它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的重轴就是摩损量 横轴就是时间 随着时间的变化 这个零件的摩损 它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一个就是跑核阶段 大约在这个区域 另外一个阶段 就是稳定摩损阶段 稳定摩损阶段 这个是稳定摩损阶段 大约在中间这个区域 还有一个呢 就是剧烈摩损阶段 这三个摩损阶段呢 我们说它是对应着不同的特点的 不同特点的 有什么特点呢 有这么一些特点 这么特点 在跑核摩损阶段 我们可以看出 摩损非常快 你看啊 说啊 从这儿是这个斜率非常大 摩损非常快 那么逐渐减慢 它的趋势是逐渐的减慢 然后呢 进入稳定摩损阶段 这一阶段呢 它是什么呢 摩损速度比较平缓 是吧 从这儿开始 你看 这个斜率非常平缓 摩损的 摩损率嘛 就是单位时间内的摩损量 那就是斜率了 就是这个曲线的斜率 斜率非常平缓 那么就是属于稳定摩损阶段 这个摩损阶段呢 对时间的长短 就相当于零件的使用寿命 相当于零件使用寿命 它的特征呢 就是非常缓慢 非常缓慢 这个呢 是应该我们追求的目标 应该设计的机器 应该是 这个目标要长一些 这段时间要长一些 距离摩损阶段 距离摩损阶段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摩损 速度急剧增加 是吧 摩损速度 看着 是吧 摩损速率 斜率马上就开始 逐渐增大了 是吧 摩损速率急剧增大 那么这种 这个阶段呢 会出现一些什么现象呢 会出现的现象 就是运动间隙增大 运动间隙增大 摩擦速度之间间隙增大 动载核增加 间隙增加以后 它旋转的 旋转的工件的精度就下降了 就会产生动载核 动载核间隙增大 那么这个摩擦的剧烈了 最后呢 温度也升高了 反过来又猝死这阶段呢 迅速的扩展 迅速扩展 所以距离摩损阶段呢 是不希望到来的 不希望到来的 那么人们在设计这个 设计这个机器的时候呢 就应该准备这样的原则 就像力求啊 力求缩短 缩短这个跑核 跑核期 这个跑核期嘛 我们知道跑核期 是由于出道路大 实际表面积小 那么这时候前呢 磨损 这个期磨损非常的快 但是呢 它跟距离磨损相比呢 它是比较平和的 这个磨损的特点是收敛的 就是逐渐逐渐就磨慢了 逐渐就磨慢了 那么尽管这样的话呢 我们也尽量的缩短这个跑核的期 这次就设计说 缩短跑核期 尽量的延长稳定磨损期 延长稳定磨损期 这样是呢 可以啊 延长零件的使用寿命 推迟剧烈磨损期 推迟剧烈磨损期 要把这些事情做好了 那你必须得了解磨损 了解磨损 研究磨损 也就是说磨损都有什么特征啊 它是怎么产生的啊 这个是呢 我们必须得了解的 那么这个了解这个特征呢 我们进行分析 磨损的类型 很重要啊 这些磨损的不同的类型 我们得区分出来 这就可以啊 直到它们产生的这个原因 然后呢 我们避免这个过早的发生剧烈磨损 这里边我刚才讲过了 磨损呢 相对于摩擦 它要滞后一些 是不是啊 就是这磨损是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的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啊 它这个 也比较复杂 它跟摩擦相比 它复杂 影响因素特别多 尽管说这个磨擦学的这个创立啊 是这个 比较早的 是不是啊 就是就是磨擦磨损 磨擦磨损这个现象认识的是比较早的 但是磨擦学的这个学科的创立 还是不是很早的 就是说在这个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啊 才提出磨擦学这个事儿 但是呢磨损的系统研究呢 相对于磨擦的系统研究来说 还要滞后 还要滞后一些 尽管之后呢 发展到今天呢 我们对磨损的认识呢 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晰的概念了 按照磨损的机理 可以把磨损呢 分成六种类型 六种类型 哪六种类型呢 就是这六种类型 这六种类型呢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呢 把概念呢 讲一讲 因为课时对关系 是不是啊 不能讲太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参照有关磨擦学的教材 和磨擦学的著作 那里边有更详细的介绍 我们先看第一种磨损类型 就是粘刀磨损 粘刀磨损 这种磨损形式啊 它通常在这个像气缸啊 活山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场合呢 发生 它的润滑状态呢 是处于边界 边界润滑 边界润滑 或者是混合润滑 这个状态 有人说 这状态不是有干摩擦 还有这个流体润滑吗 你怎么不讲这两种情况呢 干磨擦 那肯定是工程上 基本上不需要 不希望发生的 这个流体润滑要是存在的话 大家说还有磨损吗 流体润滑是没磨损的 所以不需要考虑 这个流体润滑情况下 这磨损问题 所以流体润滑状态 基本上没有磨损 所以磨损 粘刀磨损 这个发生 多数是边界磨擦 或者是混合润滑状态 发生这种粘刀磨损 记住这个事儿 记住这个事儿 那么他就是说 说本子了 就是有润滑表面 常见的一种磨损形式 这个与金属的冶金相似性有关 同种金属材料 很容易就容易发生粘刀磨损 不同于金属材料 就不容易发生 不同金属材料 特别是像我上堂课给大家讲的 陶瓷 对金属 什么陶瓷对塑料 塑料对金属 这都是好的磨砂数 金属对金属 这个磨砂数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在工程上考虑强度问题 也需要设计金属对金属 这种磨损也称为胶合 前面我给大家讲过了 此轮的胶合磨损 此轮胶合磨损就是压迫油膜 产生金属自己接触 是不是 那不是边境磨砂 处于边境磨砂状态了吗 所以说 这种粘刀磨损 我们在咱们这个教材里 称为胶合磨损 第二种形式就是磨砺磨损 磨砺磨损 它是在什么状态下发生的一种磨损 是干磨砂状态 干磨砂状态 那么这个磨损 在咱们教材里就称为磨损 就是普通的磨损 什么情况下发生呢 你说挖掘机抖齿 抖齿 它直接就跟固体接触 跟砂石颗粒接触 中间没有隔膜 没有一层润滑介质 所以属于干磨肠 那么这种磨损形式 主要与材料负的硬度 以及组合是有关系的 固体表面越硬 它抗磨料磨损能力越强 抗磨料磨损能力强 这是磨砺磨损 下面还有一种磨损形式 就是疲劳磨损 疲劳磨损 这个是什么情况下发生呢 这个是高负接触的时候 容易发生 为什么呢 高负接触 接触应力高 接触应力高以后呢 如果是在反复循环的作用 这时候前呢 就容易发生 那什么状态呢 此轮 涡轮磨杆 这个接触的点接触 线接触 还有轴承 轴承的点接触 是不是 点接触 那么这都是高负 高负接触表面 主要对磨损形式 它主要与接触应力 和循环次数有关 我们说接触应力高 循环次数多 那容易发生疲劳 在这种磨损形式 在咱们教材中 它就变成了一种说法 叫做疲劳点识 疲劳点识 疲劳磨损的表现形式 就是点识 还有一种 两种形式 这两种形式 一种叫充实磨损 还有一种腐尸磨损 这两种磨损形式 在我们教材中 不太常见 但是在日常生活 工作的生产中 还有国防科技尖端 技术中也经常发生 你比如火箭发动机 尾管 尾管 那就是火箭发动机 尾管 要有燃料 往外喷出 燃料喷出 它就有一个很高的 往外喷出的速度 这个速度 就跟尾管摩擦 产生剧烈的刮伤 这种刮伤 会产生一种磨损 这种磨损是充实磨损 它主要与冲击强度有关 这种磨损就是充实磨损 还有一种磨损 就是腐尸磨损 比如说摩擦汽车摩擦片 摩擦片 白天工作了 晚上不工作的时候 一停车 然后第二天 一起车的时候 发现摩擦片 表面有一层锈石 这个锈石很脆弱 在一自动汽车的时候 很快就磨掉了 那么这个磨掉 就是机械和腐蚀 共同的作用的结果 那么遭用的是什么 是由于腐蚀引起的 所以它就是腐蚀磨损 就是磨擦片 比如说这种腐蚀介质 空气中的水分 还有酸气 有腐蚀的环境 这种磨损就容易发生 它与材料的电化学特性有关 电化学特性有关 还有一种形式 就叫微动磨损 微动磨损 在教材中没有提到这个 我在这给大家 引入了一个新的磨损形式 这个微动磨损 目前也被人们认识 而且这个 还比较普遍 而且它的发生 对机械零部件的性能 寿命影响还是很大的 特别对连接 像微动磨损 是怎么一个情况 它是在微辅振动下的 一个负荷磨损形式 微辅振动 你比如说 什么情况下 由于造成这种微动磨损 我们在咱们机械设计中 连轴器跟轴之间连接 连轴器跟轴之间连接 我们知道两个半连动器 跟轴之间连接的时候 中间是有间隙的 这种间隙 那么轴转动的时候 连动器就相对于轴 就有一个来回的动 但这个动是非常微小 微密集的 甚至接近压毫米 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就是很小幅度的振动 这个振动 磨损 基本上就是脱离不了表面 就在这个区域内振动 振动的结果 你说这个是什么磨损 是属于高频 冲击 不太是 腐蚀有可能 是不是 那么什么情况呢 就是多种磨损形式 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这种结果 危害也是很大的 你想象它逐渐逐渐的磨损 磨损以后 它有阴力机械的地方 慢慢慢慢就扩展 扩展以后 它就会导致断裂 导致断裂 这种情况也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大家也有必要了解 微动磨损 微动磨损 所以说磨损的形式呢 我们就在这里介绍这些 磨损的特征呢 也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那么同学们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 再看相应的专注 好 磨擦磨损的知识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以说下边呢 我们学习润滑剂和天价剂 润滑剂呢 这个呢 统一用一个词来表示 就是Lubication Lubication 磨擦磨损啊 现象是大量存在啊 大量存在啊 那个 我们知道啊 磨擦是消耗能量啊 大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世界能量 被磨擦消耗啊 你想想这个消耗是非常大的 因此是为什么出过磨擦学啊 经久不衰啊 是吧 自从这个六十年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创立到现在 越来越研究越洪祸 又有前途 原因就是呢 磨擦这个现象 确实是危害太大了 能量这一半 是吧 到三分之一被消耗了 那么我们如果减小磨擦 就可以节约能量啊 对不对 那个能量现在对咱们来说是太重要了 那个磨损呢 会浪费大量的材料啊 是不是啊 厌长的缩短机器的寿命啊 因此说呢 这个这两件事呢 都是对咱们不利的啊 那怎么办呢 人们在机械设计中啊 要想克服磨擦 减小磨损 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润滑 刘伯瑞克森 润滑 润滑就需要润滑剂 什么是润滑剂呢 润滑剂啊 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润滑油 润滑纸和固体润滑材料 它们统称为润滑剂 润滑剂 就讲润滑剂呢 就指的这三种东西 一种是润滑油 一种润滑纸 还有固体润滑材料 那么这个加注在固体表面加注润滑剂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些人能量特别大呀 浪费的特别多呀 所以说加润滑油的目的是减小摩擦损失 就是节约能源 这种说法呢 在咱们机械中呢 就不是很准确了 实际上呢 在咱们机械中啊 在固体表面加注润滑油 或者加注润滑剂 目的啊 首要的是降低磨损 比如说机器零件在工程过程中 磨损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旦磨损 精度就要丧失 寿命就会缩短 所以说呢 加注润滑剂的目的是 减轻磨损 其次才是降低磨擦 其次降低磨擦 另外呢 它还可以带走磨擦热 防锈 防锈 除物减震或密封等作用 这个呢 回答 比如说有一个天空 问你在这个固体表面 零件表面 加注润滑剂 润滑油 目的是什么呀 你说降低磨擦 那就是改善磨损 这个还是勉强的 那么最首要应该是降低 降低减轻磨损 润滑剂啊 选择 是怎么来选择的呢 主要以机械的用处 重要性和使用条件 为依据 选择润滑剂 方法是以 这些用处 重要性和使用条件 为依据的 通常机械中 常用润滑油和润滑脂 润滑油 特殊环境中 我们可以选用固体润滑剂 主要是 像一些真空 高低温 洁净环境 你比如说真空 润滑油就要蒸发 肯定是不合适 那怎么办呢 选择润滑剂 或者固体润滑剂 就比较合适 高低温 那普通的润滑油 就不行 就要选择那高低温的 是不是 洁净环境 我们就不能使用 润滑油或者润滑剂 就需要干膜来润滑 就是依赖于条件不同 要选择不同的油品 润滑剂都有哪些种类呢 润滑剂啊 我们将它分为四种类型 虽然是润滑油 润滑脂和固体润滑剂 我们又把它细分为四种类型 是吧 固体润滑剂啊 大约分为液体润滑剂 这种液体润滑剂呢 通常也称为润滑油 润滑油呢 分为三种类型 三种类型 一种就是天然 一种是矿物油 你看 就像从地底下采下来的油 炼一炼 炼制一下 就成为了这个什么了 成为润滑油了 还有一种就是天然的油脂 动子物的油脂 这种油脂呢 就是什么呢 就属于一种 就是有机的 有机润滑油 虽然是有机 有机确实是很好 但是它里边含有一些硬子酸 这种东西呢 容易腐蚀 处理不好的话 它就寿命耐久性不好 另外呢 它润滑效果不如矿物油 这是第二种 还有一种呢 润滑油呢 就叫合成油 这个油呢 不是天然的 也不是这个有机的 它属于人工合成 这个呢 特适适合于 润滑油 矿物油 天然油 满足不了的时候 要选择合成油 比如高温 低温 这个极端工矿 极端工矿 它有满足一些特殊要求 而出现的一种油 润滑油呢 分为三种类型 是吧 分三种类型 润滑脂 润滑脂也分为很多类型 就是说第二种润滑剂 叫半固体润滑剂 这种润滑剂呢 特质润滑脂 润滑脂呢 也分为好多类型 我们这一会儿呢 就会讲解 还有一种润滑剂 叫气体润滑剂 空气 你说空气 空气还能当润滑剂吗 能当润滑剂 空气周成 空气周成 这种周成啊 必须在这很高的速度下运行 它才能形成液体润滑膜 为什么呢 为什么空气这个流体 它也是流体呀 它怎么跟润滑油不一样呢 那么它为什么 主要原因啊 是由于空气粘度太低了 粘度太低 那么这种情况呢 需要高速下才能形成润滑 还有一种润滑剂 叫固体润滑剂 如石墨二流化木 巨石浮乙锡 这些呢 都是固体粉末 石墨二流化木是天然的 巨石浮乙锡呢 是人工的 人工的 这个我们为了了解 这个润滑剂的一些 润滑的一些特性 我们需要了解润滑剂的性质 了解润滑剂的性质 我们对润滑剂啊 都有哪些特征来表征呢 就是我们先看这个润滑剂的一个模型 润滑剂里边 最常用的就是液体润滑剂 我们这把液体润滑剂呢 通称为润滑油 是吧 润滑油 那么润滑油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粘度的概念 刚才我讲了空气粘度第一 是吧 那么这个润滑油的粘度是什么个概念呢 它是这样一个概念 我们看这样一个粘性流体模型 这个模型呢 是有一个镜板 下面A板镜板 上面一个动板 B板 这个油啊 在这两个板之间 这两个板是个平行板 然后呢 油呢 跟镜板接触的时候 就跟镜板不动 相对镜板就镜子 跟镜子一样 那么这个B板呢 是动板 那油就跟B板呢 一块动 速度是多少 它就运行速度多少 那么在这个AB板之间的这个油膜呢 油膜呢 就有一层厚度挨去 这个油膜呢 当B板运动的时候 油膜怎么运动的呢 油膜是能运动的 油膜是一起运动的呢 还是说有一定的速度差呢 有一定的速度差 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才说了 跟N一板接触的这个油 它是不动的 是吧 V是等于零的 对不对 V是等于零的 而这个呢 这个与B板接触的这个速度呢 是等于V的 是吧 等于V的 那么由零到V 之间的速度就有个差 这个差是怎么个变化规律呢 人们发现啊 这个差的变化规律啊 是什么呢 是线性变化的 线性变化的 那么这个线性变化呢 就描述成了什么呢 就是 描述成了这个 它的 跟这个运动的推力 就有这样的关系了 就是 润滑油 它这个运动的力量 运动力量 跟这个 层间的速度之间 层间的流膜之间的减切强度 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你运动的阻力 运动的力量啊 等于F 那么它的那个 层与层之间的减切力呢 油膜之间减切力等于T 那么它的这个力量呢 内部就是阻力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A乘以T A乘以T A是什么呢 流体的减切面积 流体减切面积 T呢 就是流体的减切硬力 减切硬力 那么这个 流体层之间的这种阻力 是什么力呢 就是液体的内摩擦力 这种内摩擦力是什么呢 就是液体的粘度 液体的粘度 所以说 润滑油的粘度 就反映了润滑油 在外力作用下 抵抗减切变形的能力 是内摩擦力的大小 第一个重要的标志 人们经过研究发现 就是这个流体的减切硬力 减切硬力 从这个 从上面 从B板到A板 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 这个变化过程中 流体这个层之间的减切硬力 液 与流体沿Y方向速度的梯度 乘正比 梯度的乘正比 也就是说呢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液啊 等于DV除以DY 层之间的这个速度的梯度的变化 有关 那么这个关系呢 不全是等号的 还需要一个系数 就是这个系数呢 就是ET 这个系数就是ET 这个ET 就是什么 就是流体的粘度 这个负号呢 表示的是什么呢 它们是负梯度的 关系是相反的 那么这个 ET就是流体的粘度 这个式子啊 就是牛顿 流体粘性定律 流体粘性定律 这个关系式 就是牛顿流体粘性定律 凡是符合此定律的流体 称为牛顿流体 否则称为非牛顿流体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乘与乘之间 这个内摩差 这个简历啊 呈现什么呢 呈现这个线性变化的 这样一个成流状态 就属于什么呢 牛顿的粘性流体 粘度的表示方法 下面我们了解 粘度的表示方法 粘度的表示方法 有三种 一种的就是动力粘度 我们仍然用 ET这个字母来表达 ET 这个动力粘度啊 是润滑计算 理论研究 最常用的 它是怎么样定义的呢 它是这样定义的 这个是一个 一粒方的 这样一个 液体方块 一粒方的液体方块 我们定义为 就是长宽 长宽高 为一粒方 一米的这样一个流体方块 使这个 如果 如果这个粒方块啊 顶面上流体层 相对于底面 顶面上流体层 相对于底面 产生每秒一米的 这个运动的速度 需要的外力是多少 我们知道 粘度吗 粘度不就是阻力吗 那你要是 推动它 运动的时候 那个力是多少 那就科夫的阻力多大 那这个科夫的阻力 大小就是粘度 那么这时候前 流体的这样的一个阻力 就成为粘度 这个粘度的单位呢 就是 每秒平方 一牛秒 每米平方 一牛秒 一牛秒 把它叫做帕秒 常用PA1.S来表示 用这种方法定义的粘度 就称为动力粘度 动力粘度 这个就是动力粘度的模型 但是动力粘度 这个粘度吧 量太大 它的那个量太大了 它的单位太大了 不便研究 人们又把它换算成 PAR和CPAR 是吧 CPAR 这是动力粘度 是这样来定义的 那么还有一个粘度的说法 就叫运动粘度 用μ来表示 μ来表示 希腊字母 销售 这个粘度呢 是在销售和销售中 经常应用的 就是推广销售润滑油的时候 常用这种粘度 这个粘度跟动力粘度 它俩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 μ等于 ρ分之Ι 就是呢 ρ是什么 液体的密度 就是跟动力粘度呢 有一个密度的关系 密度关系 这个呢 粘度呢 也有一些说法 就是流体的动力粘度 于同温度下的密度比值 成为运动粘度 就是这么定义的 它的单位呢 就是 每秒 厘米平方 称为C 称为C 常用ST来表示 那么这个单位也比较大 我们实际应用中 都是1% 1% 那么就是离死 它是1%近位的 用CST来表示 换算关系呢 就是1每秒平方米等于14次方 等于16次方米死 工业上润滑油的牌号 就是以运动粘度来定义的 在我们国家 只40度的时候 润滑油运动粘度的平均值 称为这个运动 称为润滑油的牌号 你个10号集结油 20号集结油 那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 就在40度的时候 这个油的粘度是10 那个油的粘度是20 什么粘度啊 运动粘度 这个事儿呢 一定要弄清楚 我们国家在这个 以前呢 是50度的时候的 这个粘度值 作为它的这个 润滑油的牌号的 那个粘度 这是后来呢 就是为了与国际接轨 咱们呢 把这个润滑油的 这个温度的 这个粘度的温度的 这个点呢 改在了40度 这一点呢 同学们要注意 目前的这个标准 都是40度的时候 润滑油的运动粘度啊 作为它的这个 平均值 作为它的润滑油的牌号 还有一个粘度呢 就叫什么呢 相对粘度 相对粘度 这个粘度啊 在什么时候的应用呢 一般在生产中 经常应用 这个叫做生产粘度 所以说也称为 条件粘度 条件粘度 它的单位呢 就是最常用的粘度 就叫N4粘度 N4粘度 N4粘度啊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时间笔值 时间笔值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一个标准的这个流体 用200毫升的标准的流体 这么多流体 在给定的一个温度梯下 流经一定直径的 和一定长度的一个毛细管 所需的时间 所需时间 那么于同体积的蒸馏水 在20度时流经同样毛细管 所需的时间的笔值 那就是啥呢 那你毛细管 水流毛细管的时间是一定的 那你不同的油 它这个流毛细管的粘度呢 不同粘度的油 流毛细管的这个速度是不同的 比如说时间 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它粘度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个笔值 它是一个时间概念 是一个时间笔值 这个粘度呢 它就常用的就是N4粘度 用这个度一梯来表示 度一梯来表示 这个符号要注意 这些呢 大家要记住了 润滑油的年度三种表达方式 动力年度 运动年度 相对年度 是吧 或者叫N4年度 以及呢 它们这个各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是吧 在动力计算 在这个润滑计算的时候 润滑力学计算的时候 用运动动力年度 在这个市场销售润滑油的时候 用运动年度 在工厂生产润滑油的时候呢 用相对粘度 是吧 相对粘度 那么粘度啊 是重要的 它不仅呢 反映了液体的内摩擦 而且粘度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 这个概念 它这个特点呢 是受到这个什么影响的 是受到这个温度和压力影响非常大的 我们知道啊 比如说润滑油 我们讲那个 我们讲这个豆油 是吧 大家都对这个 我讲这个 先举个例子 看看这个 就是润滑油 豆油呢 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润滑油 是吧 润滑油 虽然是它是可食用的 这个润滑油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 说它就说 我讲这个例子 大家最能够接受的是什么呢 年度呢 会随温度和这个压力变化 怎么反映的呢 这个冬天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润滑油啊 把这个豆油啊 放到外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很稠 是吧 很稠 颜色都发生变白 那么这个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拿到屋里去 或者是我们放到锅里 那么就会发现 温度一高了 这个油就会变稀 这个豆油就变稀 那就是说呢 温度变化 润滑油的粘度 或者豆油的粘度就改变了 也就是说呢 润滑油的粘度 受温度的影响 那么压力的影响 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啊 不容易在日常生活中看出来的 我呢做过实验 就是说在高压泵里头 是吧 高压枪里打进去润滑油 然后呢 把这个枪里的压力增加 增加到接近一个G帕 一个G帕 这个概念是接近一个G帕 在这样一个压力下啊 我们再把这个 再把这个油枪的口啊 再给它开小了 打开 打开以后呢 发现挤出来的 喷出来 挤出来的这个油啊 不是原来打进去的颜色 几乎呢 变成了乳白色的固态状态 半固态 半固态 那说明什么呢 压力作用下 润滑油的状态是改变的 改变呢 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粘度发生了改变 粘度改变 所以说润滑油的粘度啊 有两个特性 一个就是粘温特性 还有一个就是粘压特性 这个表呢 就反映了润滑油的粘温特性 大家看横轴是温度 重轴是润滑油的粘度 我们看一种排号的油 这个这条线 你比如说这条线啊 这条线呢 就是一种排号的油 这一种排号的油啊 它是GH10 10号机械油 那么这种油啊 随着温度的变化 它的粘度怎么样呢 是上升的 粘度是减小的啊 上面是那个大 上面是小 这个重轴的上 上面是减小 下面是整大的 是吧 温度越高 粘度越低 是吧 所以说呢 它受温度影响 那么这种特性呢 叫粘温特性 粘温特性呢 通常是这样表示的 就是它的粘度 在某一温度下的粘度 等于什么呢 等于长温下的粘度 乘以这个 这个流经的这个时间 这个温度 长温和这个工作的温度 还有一个子树房 它们是子树房的关系 子树 那么润滑油的粘度 不仅随温度变化 还随着什么呢 随着压力的变化 这种变化呢 称为润滑油的压粘特性 压粘特性呢 表示了润滑油粘度 随压力的变化 关系 这个呢 就是长压下的润滑油的粘度 是At0 它的这个压力 批下的 它的粘度呢 就是E的A P次方 压力批下的粘度 就是 也是指数关系 指数关系 这两个特性呢 是重要的 是重要的 特别是弹性流体 动力润滑的时候呢 压力很高的时候呢 我们会考虑压力 通常情况下呢 是不考虑 润滑油的粘度 是压力的变化的 当这个高负接触的时候呢 需要考虑这个压力 润滑油的粘度 随压力的变化 但是呢 我们通常是考虑 温度 粘度 随于温度变化的 工艺润滑油的粘度排号 这是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这新国标 规定粘度的 排号 5号粘度油 5号粘度油 大家看 这个呢 中间这个表格 就是运动粘度范围 大家注意看 这是40度 数上 40度 那么它呢 它的粘度范围呢 不是5 4.16到5.04 什么概念呢 它的粘度是平均粘度 这些平均粘度 运动粘度的平均值 4.6 4.6不变于记忆 人们就把它四摄五入 变成了5 数上 这么来的 就是说这个润滑油的 这个粘度排号啊 是这么一个对应关系 咱们都是搞机械的 或者进机械类的 因此对这些润滑油的排号啊 润滑油的这个粘度啊 它是怎么定义的 怎么规定的 我们需要了解 润滑油的其他特性 润滑油啊 特性除了粘度以外 还包括了以下五个特性 以下五个特性 油性 极压性 那个凝点 还有这个散点和酸子 散点 燃点和酸子 这里边啊 极油性和极压性啊 是我们这个润滑 润滑涉及的比较较多的 我们在这里讲一下 什么是油性 油性和极压性 油性润滑剂在摩擦表面 吸浮的性能 润滑剂或者润滑油 油性越好 可以说它在吸浮能力越强 吸浮能力越强 那么吸浮能力强的油 就容易在表面粘服啊 形成边际膜啊 这样的话呢 就会减小摩擦啊 这么个特点 所以油性反映了这个油膜 形成的能力 油膜形成的能力啊 注意 不是油膜能力 油膜形成的能力 这是油性 极压性是什么 润滑油中的活性分子 因为摩擦表面形成 耐压减膜 抗膜化学膜的能力 称为极压极压性 极压性越好 形成油膜能力越强 另外呢 这个油膜 承压能力越高 这个是极压性 油性是什么 容易成膜 但是这个膜的效果 不一定好 不一定好 可以减小摩擦 但是呢 不一定能有较大的承载 极压性是反应这个油膜 这个油在膜表面 呈膜效果好 然后呢 它还有什么呢 承载能力还高 这叫极压性 极压性 它的这个膜呢 性质是不同的 油性的膜呢 通常是吸附膜 通常是一些物理吸附啊 或者是简单的化学吸附啊 但是呢 这个极压膜呢 是化学反应膜 化学反应膜 比较牢固 比较牢固 这是润滑油的其他特性 那么工业上常用润滑油的牌号 及应用呢 我在这里呢 又给出一个表格 这个给出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反映的是什么呢 反映的是这个 各种润滑油 就是工业上常用的这些润滑油 你看啊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大家要熟悉 这叫全损耗通用油 这是89年国家的标准规定的 他们呢 牌号都是L-AN22 然后相当于旧牌号 这里边相当于旧牌号 因为现在呢 市场上还有这个旧 新旧过渡的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呢 还要了解这个新旧牌号的问题 运动年度呢 那么这里边呢 有50度的 还有40度的 我们现在的新国标 是规定40度的 那么他们的用处呢 在这里呢 也列出来了 列出来了 那么大家呢 在不同的应用场合呢 可以在这个表格里边呢 进行选择你合适的润滑油 合适的润滑油 润滑脂极其主要性能 润滑脂极其主要性能 润滑脂呢 什么是润滑脂 首先得了解这个 润滑脂跟润滑油有啥区别呢 在润滑油里加入稠化剂 加入稠化剂 润滑油不是锡吗 对不对 加入稠化剂以后变稠就变稠 稠到什么程度呢 流动很困难 就几乎不流动了 像牙膏状 那么这时候就形成润滑脂 这就是润滑脂 简单的理解 简单理解 那么润滑脂的性能指标 润滑脂的性能指标 主要有震入度 低点吸油量 震入度低点吸油量 机械杂质 灰分水分 在这里呢 我们低点 这个震入度 低点是我们最关心的 还有吸油量 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性能 我们介绍一下 震入度表示的是 润滑脂 稠化度或软硬性能 就是它的硬 软硬 润滑脂太稠 那么它就太硬 震入度就会小 润滑脂吸 震入度就会大 那么低速重宅场合 就一选用震入度小的润滑脂 那就是说呢 稠一点 承载能力就高一些 还有呢 就是低点 低点是什么 实际上是个温度概念 就是在某一温度下 润滑油低下来 低一滴 对应的这样一个温度点 就叫低点 这么去理解 润滑脂的工作温度 应比低点低20度 比低点出来了以后 工作的时候呢 要注意 不能选择低点温度下工作 那么这个油呢 就变稀了 这个润滑脂就变稀了 它就失去了润滑的效果 还有就是吸油量 这个吸油量呢 表示油从子中的吸出的能力 这个吸出能力越大 那就说明 它在润滑的时候 容易出现油 我们说润滑脂能润滑 不是稠滑剂的作用 是润滑脂里边的润滑油的作用 润滑脂中的润滑油 大约占80%左右 80%左右 那么润滑脂中的油 出来的能力越好 它就越容易润滑 但是呢 有个问题 出来的太多 那么这 等到不润滑的时候呢 它又回不去 这样的话呢 就流失了 所以说也不行 因此说呢 吸油量的不能过大 也不能过小 过大了 它就容易枯解 干枯 润滑脂干枯 润滑脂寿命短 过少了润滑量不充分 润滑不行 所以通常要求5%到10% 这是吸油量 润滑脂的主要性能 那么常用的润滑脂的牌号呢 在咱们这个 国家呢 也有一些说法 大家看这个图形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里啊 给大家一个提示 是吧 名称 左边最左边的栏 我们国家这个润滑脂呢 最早的润滑脂 最应用最多的 就是符合钙基润滑脂 然后就是 钠基润滑脂 还有合成锂基润滑脂 那么它们分别有相应的标准 排号 是吧 还有锂基润滑脂 目前呢 还有一种润滑脂 就叫做尿基润滑脂 刚才在这个列表中 说出来的这些名称 就是符合钙 符合锂 符合钠 还有锂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 造基润滑脂 造 造子是这个造 造极润滑脂 造极润滑脂 除了造极润滑脂以外 还有一种润滑脂 叫做非造极的 非造极润滑脂呢 比如说 聚尿 尿基润滑脂 尿基 这个是一种化学材料 化学材料 不要胡思乱想 那么这个聚尿 那么这种润滑脂就是有机润滑脂 有机润滑脂呢 它呢 就是新型润滑脂 新型润滑脂 这个呢 在这个市场上现在有很多的销售 它的润滑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好的 耐温性比较好 耐温性比较好 而且据说呢 还有环保性 除了这个有机的 还有这个造极的 还有什么呢 一些这个非造非这个有机的 非造非有机的 在这里都没有介绍 我在这里简单给大家提一下 提一下 然后就是固体润滑剂 固体润滑剂 这个我们知道润滑油 润滑脂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是不是 你像润滑油 在高温增气 真空中不能用用 高温的时候可以用合成油 但是它比较贵 特殊情况下不易选用 那么那个什么 恶劣的环境下 低温 低低温 或者是真空 那你润滑脂也不太合适 所以润滑油更不行了 那怎么办呢 人们就选用其他润滑剂 这里边最典型的 就是固体润滑剂 就这种润滑剂 常用的有石墨二流化木 聚丝浮乙烯这些 它们使用的时候 多处是粉末状 或者是薄膜状 它一般都是在润滑油 润滑脂 不能应用的场合来应用 特点是 固体润滑剂 要想选择 可以作为固体润滑剂的材料 必须具备 剪贴强度低 磨砂系数小 这样的一个要求 这样要求 应用的时候 可以直接涂刷在磨砂部位 或添加到固体磨砂附的材料中 制成固体自用滑材料 经常也被加入到油 或纸中作为添加剂使用 就是固体润滑剂 它们经常是这样来应用的 这样来应用的 那么这个 我们应该在这里 给大家提示的是 随着科技的进步 新材料 新方法也在不断的涌现 同学们要密切的关注 新技术的发展 新技术发展 就是我们在学习中 不仅要学习书本的知识 还要学习社会的知识 设计中 也可以大胆的选用一些 新的润滑材料和润滑技术 比如说 这最近几年 纳米科技的发展 产生了许多纳米材料 这些材料 又出现了一些 微米基的材料 不具备的一些特性 不具备的一些特性 那么 他们在应用的过程中 会出现了一些 预想不到的润滑的效果 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如纳米金刚石 大家知道金刚石 在材料里边 是最硬的东西 最硬的东西 那么这个最硬的东西 按说是不应该有润滑性的 是吧 它应该做盐木膏 盐木料使用的 可是这种材料 我把它制成纳米材料以后 就是金刚石 制成纳米材料以后 加到润滑油里 发现摩擦系数 降低了30% 这是不好理解的 是吧 不好理解的 后来人们就从微观的角度 进行了分析 发现纳米金刚石 呈现了球团状的结构 球团状的 球团状结构 就很有意思了 在固体的表面 如果是有一个球团状的东西 而且很硬 那么它能起查作用 大家就很容易想到 它是会滚动的 滚动滚珠的作用 事实上确实是 纳米金刚石 在固体表面 起到了滚珠 润滑的作用 那么死磨擦系数降低了 另外还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 就是用纳米金刚石 加入到润滑油里 可以使润滑油的抗疲劳性能 提高5% 提高5-10倍 提高5-10倍 这个我亲自做过实验 就是比如10号机械油 10号机械油 在滚动接触状态下 滚动接触状态下 那么任何添加剂不加 10号机械油进行润滑 它的滚动疲劳寿命 是大约10个小时左右 10个小时左右 就是说一天那样 不到一天就开始疲劳了 棒就 钢棒 钢球就疲劳 但是如果我在里边加入 加入1-3%左右的 纳米金刚石 发现72个小时 不疲劳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机器不好使了 坏了 是不是 怎么到这么长时间还不疲劳呢 后来打开一看还没疲劳 确实真的没疲劳 不解其意 不解其意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纳米材料 许多提侧的特性 能够改变润滑的性质 改变润滑性质 所以说同学们在这个工程实际设计中 要敢于用新材料 敢于用新方法 新方法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添加剂 添加剂 这个润滑油 润滑纸 它们要想发挥它的性能 必须得给它美化 就像我们厨师做菜一样 如果想把这个菜做的香 不搁味精 肯定不行 据说不搁鸡精 也不行 但是鸡精现在问题大了 鸡精现在有毛病 有这个假的 最好还是放味精 别放鸡精 那么添加剂 在这个工业上 也相当于生活中的味精作用 加量虽然不大 但是作用不小 那么为什么它有这样一些作用呢 这主要就是添加剂 它可以改变润滑材料的结构 改变润滑材料结构 使润滑材料发挥独特的作用 比如说 主要就是为了改善润滑材料的某些性能 你比如说厌长它的寿命 提高它的承载能力 承载能力 润滑剂 它这个添加剂 按用处不同 可分为摩擦调解 你比如说调解摩擦的 如油性添加剂 这是调解摩擦的 还有抗膜吉亚添加剂 比如说那些什么二流化木 还有什么石墨 这些都是抗膜吉亚的 还有什么 我讲个你们可能不太知道的 像二丸吉二流带磷酸木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很长的名字 它们都属于抗膜吉亚的 还有抗氧防腐的 抗氧防腐的 还有清净分散的 防锈的降凝 蒸泡消泡的 蒸头消泡的 添加剂的加量一般很少 多少呢 百分之几 大家看 非常少 或者到百万分之几 尽管这么少 对润滑剂的改善效果十分巨大 那么可以研究出性能优良 解决关键技术的新型润滑材料 新型润滑材料 我本来举个例子 对于重载磨擦副中 常使用吉亚清加剂 这个吉亚清加剂有什么特点呢 普通的润滑油 矿物质 是不是 碳氢化合物 它们在高温下 就是性能就不行了 碳链就可能断裂 断裂以后 它就失去了润滑作用 那么如果是往里边加入一些吉亚清加剂 这些吉亚清加剂 它的什么特征呢 它在高温下 就可以跟这个润滑油 一起在金属的表面相互作用 对金属表面相互作用以后 产生一种新物质 那么这种新物质 就是活性元素 这种活性元素 与金属表面发生反应 反应后生成具有低减切强度 高承载能力的金属化合物薄膜 这就是得到了这种新的抗膜的物质 这种物质的特点是什么呢 摩擦系数小 承载能力高 特别是抗粘着能力强 抗热能力强 油性添加剂也称为边界润滑添加剂 它是由极性很强的分子组成 在长纹下可以吸附到金属表面 形成边界膜 起润滑作用 比如常用的添加剂 常用添加剂 极其它们的作用 这些添加剂呢 根据你用处的不同呢 我们把它分成了八种类型 大家看油性添加剂 这种添加剂呢 通常是像脂肪酸 油酸 你像我们墨水 就是油性添加剂 属于油性的 它滴到手上 滴到指上 很快就吸附了 但是它没有强的润滑油膜 润滑的能力 它属于油性比较好的东西 那么加入这些东西呢 加入润滑油了以后 1%到3%就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 还有一种是抗膜吉亚添加剂 你比如说我这里讲的 二丸基二硫带磷酸心 是吧 二丸基二硫带磷酸心 或者二丸基二硫带磷酸木 是吧 以及硫化一丁锡 是吧 氯化石蜡等等 是吧 这些呢 加入量呢 是0.1%到5% 还有抗氧添加剂 抗腐添加剂 捷径分散剂 是吧 捷径分散剂 防锈剂 降凝剂 增酬剂 消泡剂 这个润滑油添加剂 加入到这个 加入到这个 润滑油里以后 可以改变润滑油的特性 你比如说 我现在给大家 画一个这个图 是吧 画一个图 就是添加剂 加入以后 比如这个呢 就是横轴 就是温度 横轴是温度 纵轴呢 就是这个 摩擦系数 是吧 普通的润滑油 是吧 不加任何添加剂的时候 它这摩擦呢 是有这么个特点 随着温度的增加 它是增高的 通常是增加的 这个是普通润滑油 普通的油 如果是你要在这个 普通油里 加入了油性剂 油性剂 这个油性剂呢 通常是耐温能力 比较差 耐温能力比较差 但是呢 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也不是很低 就是肯定是超过常温 是吧 比如说100度 这算100度以上 算高温 那么100度以下呢 我们就说 在这个温度下 那么在某一温度下 T T T温度 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 加入到这个油里以后啊 它的这个 润滑油的这个摩擦 就会怎么变化呢 这样变 摩擦就会下降 然后在这个T温度以上呢 摩擦又上来了 这个是加入油性剂 加入油性剂 油性剂的时候 这个润滑油呢 它的这个摩擦的这个特征呢 是这样的变化了 那么在这个T温度以前 它会降低摩擦 土通油的摩擦系统降低 这是一种情况 如果在这个油里边加入了极亚抗膜剂 那么这个油又有特征 这个极亚抗膜剂啊 跟这个油性剂相比 它有啥不同呢 它在低温的时候 用滑效果不太好 高温的时候用滑效果好 高温是吧 哪个温度呢 这个温度 T温度 这时候加进去以后呢 一开始它不行 然后呢 等到T温度的时候 它油呢 这时候 这个 这条线反映的是什么呢 反映的时候加入了 极亚 极亚剂 极亚添加剂 加入了极亚剂 这个普通油的摩擦特性呢 按这个规律变化了 这超过某温度T2的时候 它就可以降低 那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提出了 两个问题提出了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使这个 普通油啊 在宽温度范围之内 都具有较低的摩擦 怎么做呢 应该把油性剂和极亚剂一起加入 是不是 这是单独加入他们的曲线 应该把它们一起加入 对不对 一起加入的话 那么它的摩擦特征呢 就可能是这条曲线了 是不是啊 这条曲线了 是不是啊 这条曲线了 那么这条曲线呢 有个问题 是不是啊 这条曲线有个问题 这条曲线有个什么问题呢 在T1和T2温度的时候 摩擦还是大的 是不是啊 我这里面画夸张一点 是不是啊 摩擦呢 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摩擦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怎么来去设计这个极亚剂和油性剂呢 怎么来做这件事才能使这个摩擦更好呢 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怎么来设计才能使这个摩擦会更好呢 就是说能不能使这一部分也发生一些变化呢 让它呢 也比较低的 不出现呢 一个区 是吧 不出现在全温度范围之内啊 摩擦都比较低 怎么来做呢 这个是我讲摩擦学课的时候啊 给同学们讲的 这个比较深奥 比较深奥 但是呢 我想同学们呢 也很简单 是不是啊 也很简单 也很容易理解 主要跟温度有关 是不是啊 主要跟温度有关 就是你 你选择极亚提价剂的时候 这个选择极亚提价剂这个体重的温度 应该怎么办 应该小于 也就是说应该是这个 选择这个T2温度的时候 它应该小于T1 这时候前呢 当温性剂失效的时候 或者还没失效的时候 极亚提价剂怎么样 就开始起作用 是不是啊 温性剂要失效还没失效的时候 极亚剂已经起作用 那么等到温性剂失效的时候 极亚剂已经起作用 那么这个状态是怎么样 就可以维持低膜长 是不是啊 如果我们选择这个 温性剂 是吧 温性剂 极亚提价剂 它的温度范围 要是这样的变化 是吧 在这个区间之内啊 它就可以走低 就可以走低 就是如果我们极亚 选择的这个 极亚提价剂 这个新的这个极亚提价剂 它的这个体重用的 体重用的温度点 在这个位置 是吧 TREP在这个位置 那么你这个游性剂 还在没失效的之前 我们的极亚剂就开始起作用了 是不是啊 你这个游性剂还没失效的时候 极亚剂就开始起作用 那么当你游性剂失效的时候 我极亚剂已经起作用 是不是啊 那么这时候前 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个 得到这个温度 得到这个材料的 它的这个 润滑油的这个 含有这个 含有油性剂和极亚剂的 这个摩擦特性 就应该是 始终是低的 是不是啊 始终是低的 黄颜色的 这个是呢 比较 合理的选择 是吧 合理选择 极亚剂的温度 说 极亚剂 起效温度 是吧 你这个呢 就可以合理选择 就会避免 避免什么呢 避免这个 这块出现尖峰 是吧 这块尖峰 这个呢 就是我们 学习了这个 添加剂 和学习了润滑油 那么它的一些特点 润滑油 如果是不加任何的修饰的话 通常啊 它是随着温度增加 摩擦系数增大的 如果加入油性剂 它就可以随着温度的变化呢 它的这个 一开始在第一温区 是吧 温度较低的区 它就可以比较低的摩擦 是吧 单独加 极亚剂呢 那么它也在某一温度之前呢 比较大 然后超过某一温度 它也会下降 如果这两个温度点 选择的不合理 就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 中间出现一些过渡区域 这过渡区域呢 摩擦还是很剧烈的 还是很大的 这是不利的 那么我们科夫的办法呢 就是选择极亚剂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温度提前 提前到这个油性剂 没起作用的时候呢 没失效的时候 它就已经发挥作用 这样的话呢 最终我们得到一个什么呢 得到一个 在全温度范围之内啊 这个润滑油 都具有很低的摩擦的 这样一个润滑剂 是吧 这个呢 就是我这堂课呢 给同学们讲的全部内容 是吧 谢谢大家